Hello,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视频内容是 全能的虚拟号码TestFree申请和使用教程 TestFree也可以无线的收发短信 和我以前给大家介绍的几款免费的VIP是一样的 然后实测TestFree是可以接收验证码的 微信就可以收到 我测试的软件还比较少 如果你在使用TestFree 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TestFree应该也是很早期的产品了 但是它的注册比我前两个介绍的免费VIP要复杂一些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讲TestFree它的申请和使用教程 TestFree的注册必须是美国的住宅IP 数据中心IP是无法注册完成的 这个我测试了很多次 如果你对住宅IP还不了解 可以看看我写的这个网站 那本次的注册呢我使用的就是住宅IP加上指纹浏览器 如果你对指纹浏览器不了解 事实上去年我已经做过视频了 你可以点击进去看一下 首先呢我打开指纹浏览器 然后给它添加一个美国的住宅IP 我选择的是纽约的IP 然后我们到指纹浏览器这里 修改一下代理 这里填写端口402 检查一下 现在已经是成功了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然后打开这个浏览器 这个浏览器打开以后 我们需要到TestFree的官网 我这里已经给出了地址 直接在指纹浏览器里打开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TestFree的官网 我们在这里点击SignUp进行注册 这里我建议大家是直接使用谷歌账号进行登录 如果你不使用谷歌账号的话 那么也还是要到Gmail里收信进行验证 所以我们现在直接点击 使用谷歌注册 在弹出的窗口中 我们填写谷歌邮箱 点击下一步 然后填写密码 点击下一步 这里需要一个验证 输入验证码 点击继续 到这一步 事实上我们已经成功了 它显示 欢迎我们来到TestFreeWeb 然后我们点击Got It 然后现在开始选择号码 这个号码的话呢 我在博客当中已经给出了几个区号 这可以任意的去选 如果你选择免税周的话呢 那打电话可能会便宜一些 我随便来选一个212 因为仅仅是录一个视频 我就随便选择一个 646-836-9388 然后选择这个号码 关联通讯录 我先把它关闭 这个页面就是TextFree 它的网页端 那这个号码就可以发送和接收短信 接下来还是回到我的博客 关于TextFree它的用法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了几条 就是使用网页端的话不够方便 那么我们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个客户端 而且TextFree在注册之后 就可以不使用住宅IP进行登录 这里边我也给到了TextFree它的下载方法 最后一个要说明的就是TextFree它的保号 TextFree它的号码有效期是一个月 马上到期的时候 我们就会收到邮件 收到邮件以后 我们登录TextFree的客户端 发送一条短信 既能实现保号 更多的关于TextFree它的用法 我测试的还是比较少 那如果有喜欢虚拟号的小伙伴呢 如果你在使用上有哪些困难 或者是发现了什么新奇的玩法 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拜拜